你要是没有烦恼的侵袭跟逼迫 你根本不知道 动烦恼是多么可贵的事 是不是这样 一个人没有生病 根本就不知道健康怎么样 天天都在浪费健康 吃喝玩乐糟蹋健康 一个病过以后的人 我告诉你这个不能吃 那个不能吃 时间到了我要去睡觉 有没有 紧张的要命 为什么 因为他病过 他知道健康很重要 我们不生病的人 健康算什么 对不对 大吃大喝 把胃撑破了 他不要紧 明天换个胃就好 这个是指啊 你没有经历你不知道 那么波罗波罗蜜 这个东西啊 它有两个作用 第一个 不要等到它发生的时候 你才觉得 这个 没有烦恼的重要 或者身体健康的重要 或者身体健康的重要 你不必等到有烦恼 也不必等到生病以后 才来觉悟 这个叫做根本治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它会起作用 那也就是能断金刚的这个部分 那 那 那